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关注 我是主持人马美然 前段时间很多媒体还有一些美国的政客 他们都非常的关注大量的中国移民偷渡进入美国的消息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官网刊发了发言人答记者问回应此事 表示说中国政府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的 中国驻美使馆的发言人表示 中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偷渡活动 近年来中国执法机构重拳整治妨碍国境管理违法犯罪 对各种偷渡组织从事偷渡活动的不法分子 保持着严打高压的态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同时中国执法机构也正在和相关的国家开展合作 联合打击跨境偷渡活动遣返偷渡人员 共同维护国际间人员交流交往秩序 发言人说非法移民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 需要有关各方来开展合作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舆论和政治借题发挥 对中国攻击抹黑甩锅推责 中方对此与美国就非法移民遣返问题开展合作 持开放的态度 同时美国也应该展示诚意 对等重视中方的关切 为相关的合作营造适宜的氛围 美联社此前报道说 2022年的8月 中国暂停两国非法移民遣返合作之后 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剧的增加 2023年 美国边境官员在南部边境逮捕了超过3.7万名的中国公民 同比增长十倍 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因为移民问题引发的紧张局势 移民问题仍是大选前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说 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 自2021年以来 美国西南陆地边境的总入境人数约为720万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2023财年已经报告了大约247万次的入境记录 这个数字本身就超过了新墨西哥州的总人口 如果目前的非法移民的速度不放缓的话 那么2024财年将会打破2023年创下的记录 移民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一个比较热门的问题 根据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与西耶纳学院联合进行的民调公布的最新数据 在2024年4月28号到5月9号 对六个战场州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当中 像前总统特朗普在五个州领先 像年轻人黑人和拉美伊选民的对变革的渴望 以及他们对经济加沙战争的不满 有可能会瓦解支持现任总统拜登 那么民调所关注的这六个关键州分别都是 密歇根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威斯康星州、佐治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那么其中在五个关键州当中 特朗普与拜登的正面对决 特朗普是领先的 那拜登仅在威斯康星州的登记选民当中领先特朗普 如果把调查扩大到可能的选民当中 这两人的结果是更为接近的 不过特朗普仍然在五个州领先 而拜登在密歇根州是领先的 那么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拜登是以威势的劣势落后的 虽然拜登在2020年赢得了所有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六个关键州 但是由于各州的选举人票的名额不同 只要拜登今年赢得了宾夕法尼亚州 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他就是可以连任的了 因为基本上的共和党的州是选共和党的 民主党的州是选民主党的 那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摇摆州 摇摆州他们可能会决定谁来担任总统 民调显示 选民对国家的现状 普遍都是表达不满的 并对拜登能否为美国生活带来重大的改善 也是持着怀疑态度的 大多数的选民仍然希望拜登在上一次的竞选当中的承诺 恢复的这个正常生活 但是目前为止他们认为还没有实现 但是战场州的选民也是比较焦虑 近70%的选民表示说 美国的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是需要变革的 甚至需要完全推倒重来的 就他们不满意 拜登的支持者当中只有13%的人认为 拜登在可能的第二个任期内会带来重大的变革 而即使是许多不喜欢特朗普的人 也是勉强的承认说 他会撼动令人不满的现状 就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说大家不太相信 拜登在第二个任期内会改变现在的这个状态 因为拜登以前做过副总统的 那他现在又做了总统 也给他做了四年 那美国的这个变化是没什么太大的变化的 而且当你对现在的这个状态不满意的时候 你也认为拜登不会带来太大变化的时候 那他们可能就是想去支持特朗普 尽管很多人是不喜欢特朗普的 但他有可能也会把票投给特朗普 为什么呢 虽然他们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 但是他们比较相信说 有可能特朗普会改变现在的这个状态 就是这是一个选民很多人的心理 拜登在改善国家命运方面 大家都觉得他不会有什么作为 就削弱了他在年轻人黑人和拉美裔选民当中的地位 而这些人通常都是民主党通往总统职位的基础 民调发现这三个群体都希望美国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而不仅仅是恢复正常 同时也很少有人相信拜登会做出哪怕是微小的 对国家有利的改变 就大家不看好他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变革 就连小的变革很多人都觉得说拜登可能做不出来 具体来看特朗普和拜登是在18到29岁的选民群体 和拉美裔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基本是打成平手的 而这两个群体在2020年 他们都将60%的票投给了拜登 特朗普还赢得了超过20%的黑人选民 这是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以来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获得黑人支持的最高水平 民调显示 特朗普在年轻选民和非白人选民当中的优势 至少暂时改变了选举版图 特朗普在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和内华达州是大幅领先的 那么这些州是相对多元化的太阳州 那黑人和拉美裔选民曾经推动 拜登在2020年大选当中取得标志性的胜利 尽管如此 拜登在年长的选民和白人选民当中 还是保持了大部分的支持率 这些选民不太可能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制度 而有可能表示说 民主是他们投票的最主要的问题 因此拜登在北部三个白人相对较多的亚白州 比较具有竞争力 也就是像三个州 就是白人比较多这三个州 说的就是密歇根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 近40%的特朗普支持者表示说 经济或生活成本是选举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距离大选投票日还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经济改善仍是有待提升拜登的支持率 从历史上来看 早期阶段的民意调查并不一定能够预示选举结果 我们所说的这个民调是4月28号到5月9号进行的 这个民调机构是在亚利桑那州 佐治亚州 密歇根州 内华达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采访的4097名登记选民 这个民调是通过电话进行的 那计算结果时候呢 也是给予了代表性不足的群体 更多的权重 那各州的误差呢 是不太一样的 估计误差呢 是正负1.8个百分点啊 就是美国的民调呢 反正我们就听听就好了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 在早些年的时候还是很准的啊 基本上是谁就是谁 但是自打特朗普出来之后呢 就是当总统之后啊 就是这个民调就有的时候 说谁能当 然后就是对手就当上去了 所以说现在也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现任总统贺锦丽 贺锦丽呢 最近在亚太裔活动上 爆粗口 这个粗口呢 是个英文单词 F打头的啊 他爆完粗口之后呢 这台下呀 就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贺锦丽啊 当时是在一年一度的 亚太裔国会研究所 立法领导立峰会长说 他说我们知道 有时人们会为你打开门 让他敞开着 有时他们不会 然后你就需要 踢开那扇该死的门 啊 这个当时的时候呢 他就用了一个英文单词啊 然后这个英文单词 就F打头那个 大家就是脑洞一下 然后呢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呢 他就说请原谅我的用词 而且呢 这个时候下面就很热烈 鼓赏啊 昏呼 然后呢 当时在担任主持的 这个是演员兼戏剧演员 他的名字叫做欧阳万诚啊 他当时还开了个玩笑 他说我们应该把这句话啊 印在T恤上 随后呢 贺锦丽就补充说了啊 打破障碍就是这样 打破障碍呢 并不意味着说你从障碍的一边开始 然后在另外的一边结束 那么这涉及到什么呢 涉及到破坏 当你破坏东西的时候 你就会被割伤 你可能会流血啊 每次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 使用美国版的拼多多呀 美国版的拼多多呢 现在呢 他就有英文的名字 叫做Timing 他呢 现在呢 正在寻求美国以外的业务增长 有消息说呀 鉴于TikTok和联邦政府之间的麻烦 已经在美国市场 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 就是美国版的这个拼多多呀 他正在寻求降低风险 他也在想着说自己 是不是也可能会面临这些问题 目前呢 这个软件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上 除了亚马逊以外 最受欢迎的购物与软件 那么现在呢 这家公司开始更加的专注 与吸引来自欧洲 和其他的国际客户 公司目前预计 今年的销售额当中 来自美国的占比呢 将会不到33% 就是不到三分之一 低于2023年的60% 这家公司的总部呢 是上海的电商 他总部说白了 就是拼多多 那这家公司去年呢 曾经花费了30亿美元 在美国是打广告的 成为了美国最大的 在线广告客户之一 他还购买了 今年超级晚的广告时间 在美国婴儿潮一带 比如说和这个 X一带的消费者呢 当中呢 赢得了一批追随者 今年4月 美国将TikTok法案 签署成为法律 要求其母公司 字节跳动 要么将TikTok 和出售给美国的所有者 要么被封禁 那这项法律的支持者表示 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禁令或者强制出售的命令 是必要的 TikTok在缓解华盛顿 对数据安全的担忧 所面临的斗争当中呢 给拼多多敲响了警钟 自2022年以来 对TiMio可能受到 类似行动 针对的这个担忧啊 一直在拼多多的总部发酵 也促使该公司加快了 在美国以外地区扩张的努力 与此同时 TikTok和字节跳动呢 在上周呢 也是提起了诉讼 要求联邦法官审查 TikTok法案的核线性 公司在诉讼当中表示 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 应用侵害法是违宪的 就说白了 就是禁止TikTok的这个法案是违宪的 法案的发起人也知道这是事实 因此他们极力的把这项法律描述成 因此他们正在极力的 把这项法律描述成 不是一个禁令 而是对TikTok所有权的监管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美国的芬太尼的情况 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说执法机构缴获的 假冒芬太尼的药片的数量 正在急剧的增加 这表明说日益增长的非法药物供应 推动了美国历史性的 阿片类药物危机 根据国际毒品政策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呢 说去年全美执法机构缴获了超过1.15亿颗含有非法分泰尼的药片 而2022年的这一数字为7100多万颗 去年激获的药片数量呢 是2017年激获的约5万颗药片的2300倍 这些假药呢 看起来像是合法的处方阿片类药物 但是通常呢 这种假药啊 要致命的多 近些年来 公共卫生官员一直在警告 非法药物供应当中存在着芬太尼 这是一种强效的合成阿片类药物 这份新报告强调了廉价和强效假药 日益增长的危险 特别是在西部地区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人口健康系的副教授 约瑟夫帕拉马海尔是这项研究的主要作者 他说全美非法分泰尼的供应量继续的飙升 我们需要公共卫生努力来帮助防止这些药片 落入到年轻人的手中 这项研究是由参与国家毒品早期预警系统的研究人员领导的 那这个系统是一个联邦项目 监测着全美33个所谓的高强度贩毒地区的毒品激活情况 这些数据来自联邦州和地方执法机构 它不包括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激活的物品 助长这种现象的因素 就包括说假药的制造和购买成本低廉 社交媒体和暗网使他们更容易在网上购买 芬太尼也能带来非常强烈但是非常短暂的快感 它的药效呢也是更快 比海洛因和马菲要强很多倍 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对它上瘾 也更容易过量的服用 研究发现说根据联邦疾控中心的数据 2021年41%的药物过量死亡病例当中呢 有使用假药的证据 研究发现假药在芬太尼激活总量当中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大 2017年到2023年芬太尼激活量增加了两倍多 去年芬太尼的激活量当中的几乎有一半是假药 这项研究强调了历史上在东部各州更严重的阿片类药物危机 如何蔓延到了西部 虽然2023年缴获的芬太尼最多的是在佛州 但是第二和第三多的激活量呢分别是来自亚利桑那州和加州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相关消息 媒体从上海自贸实验区临港芯片区的官媒会上了解到呢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的建设项目啊 目前是已经完成了施工许可证核发 这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以外首个超级储能工厂项目 那临港芯片区审批审查中心的副主任 项目建设服务板的负责人就介绍说 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应用了临港芯片区在工程建设领域新推出的项目服务包 具体来说呢就是针对项目视角和特定场景 将全套的服务体系前置嵌入到审批启动前 把企业端政府端的事项都塞进一个包 那从项目出发制定节点流程图 通过服务包的设计 企业从最早在投资意向还没有完全清晰的时候 就能快速的获得相对准确全面的政府服务要求 管理要求实现一个全过程的无缝衔接 尤其是碰到问题 也不能用这个机构或那个机构分开找 而是有一整套的比较成熟的临时差的响应和解决问题的机制 根据计划 特斯拉上海超级储能工厂将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实现量产 储能超级工厂的初期规划的年产商用储能电池是1万台 储能规模近40几瓦时 根据了解 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为20多万平方米 总投资是14.5亿人民币 中汽协在回应特斯拉通过数据安全测试时表示说对海内外的车企一事通神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署长傅秉锋就表示说落实汽车数据处理安全是智能汽车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 第一批次所有送简的6家中外车企均是自主报名参与 包括参加此轮检测的唯一外资车企特斯拉 协会秉持着对所有送简车企车型一事通人的原则 第一批检测特斯拉就参与进来了 也是抓住了一个机遇 特斯拉可以清楚的看到 未来自动驾驶的消费趋势会在中国大市场上率先行进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麦当劳在中国的店 近期在郑州卓越农联餐厅和麦当劳济南大学餐厅被爆出了一些负面的消息 他们说存在着篡改食品保质期标签使用过期食材的问题 那麦当劳随后就是紧急的发表了声明 为涉事餐厅带来的影响表达歉意 并且承诺对任何违反操作标准的行为是绝不顾习 严肃处理 麦当劳郑州卓越农联餐厅被爆使用过期食品 根据记者的调查发现 后厨用于制作卖垃圾腿宝的面包是过期的 记者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后厨的一名老员工 但是这名员工并没有让记者把面包丢弃处理 而是警告说 别吭声 你只管做单 时间条的问题不用管 随后该员工用剪刀将包装袋上的时间条剪刀 又重新贴了一张新的 到期时间从北京时间的3月6号晚10点 延长到了7号的下午2点 麦当劳纪念大学餐厅的情况跟这个也是有点类似的 原本两袋板烧鸡腿肉在4月5号的21点到期 员工通过修改到期时间将保持期延长到了第二天的14点 原本一袋鸡胸肉和一条琵琶腿的保持期是4月6号的22点 值班经理将旧的时间条丢弃 重新写了两张新的时间条 将保持期延长到了4月7号的22点 食品的保持期过不过期 这是完全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店长说的算 此外呢 这两家店为了节省成本 在制作汉堡的时候呢 都是存在着投工减料的情况 比如在制作炒双蛋堡 原本呢 是4个汉堡需要用到8个鸡蛋 但是员工呢只用了7个鸡蛋 制作麦拉鸡腿宝和麦香鸡汉堡的时候呢 需要用到20毫升的麦香鸡酱的酱料 但是门店呢会将酱料缩减到10毫升 事件发生之后呢 麦当劳在中国官网上也是发表声明道歉 表示说感谢媒体的监督报道 我们正在积极的配合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调查和核实 对于任何违反操作标准的行为绝不顾惜严肃处理 对于涉事餐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则无旁贷 将进一步的加强餐厅的操作规范的落实和执行 并坚持把正确的价值观传递到每一家餐厅和每一位的员工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啊 最近有消息爆出啊 说中国知名企业家的个人信息遭到了大规模的泄露 那这条消息呢是根据每日经济新闻公布的一份调查 这个调查的平台呢 就是是探克查和利消云 他们这两家平台呢 正在大规模的售卖企业家的个人信息 这其中呢也包括了农夫山泉的创始人 密学冰城的时控人等等啊 这些知名的企业家 他们的手机号啊 现在呢在这个平台上售卖 这个消息呢也是引发的关注了 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生意做的特别的大的话 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的私人信息在平台上居然可以卖 然后的话你会收到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和广告电话 售卖名人信息的这个两个平台啊 他们有广告词的就是说精准电销明录 就来这里找 有业务就要找老板谈 找老板电话就上探克查 那筛选出企业法人股东电话 实名认证数据准确 三重实名检验 法人股东电话 这个很多这个平台上啊 居然还有着这样的广告 我们说到的这个平台呢叫做探克查 就两家 一个是探克查 一个是李小云 那探克查的官网显示呢 说这个平台啊是覆盖两亿家的企业数据库 十亿以上家的这个线索联系方式 而在探克查上简单搜索就可以发现 很多知名企业家的手机号 他们在卖啊 分别就像是我刚才说到的 农夫山权的创始人 牧原股份的实控人 森马福士的创始人 容身集团的董事长 蓝思科技的董事长啊 新上集团的董事长 密学冰城的实控人啊 未来汽车的联合创始人啊 还有这个洗茶的创始人啊 就包括这些人很多都是上到胡润百富网的 而且呢 就是你想查还可以包年啊 包年是多少钱呢 一年九百八啊 每月可查看企业数量五千条啊 报价 你看算起来好像也挺便宜的啊 你把这些名人的电话号码都要来了 一条企业家的个人信息售价呢 您猜多少钱啊 猜不到 一条企业家的售价啊 按人民币算是0.016元 就意味着说啊 就是以包年价格大规模的查 这个名人这些企业家的手机号 大概呢 查他们的号码 是多少钱呢 两分钱 就是这名人企业家的电话号码 两分钱 经过与企业家本人或接近企业家的知情人士确认呢 说上述平台销售的这些手机号码呢 都是本人所有并且正在使用的 那如何就是保证自己售卖的号码是准确的呢 探课查的销售人员就表示呢 说法人或股东的电话号码呢 都是要实名认证后的 那电话号码加上法人或股东的姓名 再与三大运营商联合实名认证 开通会员后有权限查探实名认证后的数据 而对于是否与电信运营商有数据合作这个问题呢 那这个探课查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也说是 所以说呢 导卖这些企业或者是名人的这些数据啊 它实际上是应该是违法犯罪了 我觉得可能相关部门要接触调查了 看一看这些数据的来源到底是从哪来的啊 但是我觉得它从这个电信平台合作 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太大 因为这么多企业家他不可能用的都是一个电信平台吧 那你要是所有的电信平台都跟它有合作 那这可能性也不太大啊 好的 以上呢就是本期今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